我问一下潘女士 你是对大女儿有亏欠吗 或者你觉得大女儿 现在过得不好是吗 所以玩命想改变小女儿的命运 不要让她像大姐一样这样是吗 我就是觉得我那个大女儿的时候 也没怎么去照顾她 就是成天在外面打工吧 现在不也成天在外面打工吗 我的意思是大女儿 你觉得她现在过得幸福吗 她不嫁人了吗 也算幸福吧 所以您为什么要玩命 改变小女儿的命运 要把她送进城呢 所以是她变了还是您变了 是先生变了还是您变了 是您变了 现在不是说让您就不奔波了 没有生活目标了不是 我是觉得您现在之所以 有这么多的坏情绪 有这么多的抱怨和埋怨 是因为您太累了 一直在低头玩命地去挣钱 想要改变小女儿的命运 可是您都不知道为何要改变 而且就这样的去挣钱 供她进城里 她有可能以前本来挺有信心的 进了城以后跟不上 然后又发现周围的世界全都不一样 产生自卑心理了 还不如大姐过的幸福呢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的一个理论是什么 就是两个字 认命 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我们就要认命 而且您现在已经到了那种 把自己的坏情绪和糟糕的情绪 带给了周遭所有的人 您觉得送到城里面上去 好像就能变得优秀 就能未来变得好 不一定 我想给您讲一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叫爱自己和谁结婚都一样 其实总结下来 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字 认命 就是我们改变不了别人 改变不了他 所以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让自己能够有这个智慧 去把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 而不是通过依附于说 让男人改变 然后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明白了吗 谢谢